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 先搞清楚徐府的守卫再说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找个借口在徐府转转啊 要不今晚我去夜探徐府一趟 不着急 我不是说了吗 早上我是去吃早饭的 再说了 想打探徐府的防卫 也不需要去夜探 问问我们的杨大人就知道了 杨林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熟悉徐府啊 我的江大小姐 咱们的失业可不简单 又卖关子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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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派人来找我们了 回去 你谁啊 你怎么在我房间 你就是新来的县令艾峰吧 我不是啊 你不是 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您 是不是被别人拐不好了 成年纪严 快了 等会儿 你们什么情况 这是谁啊 艾峰啊 可他刚才说他不是艾峰 我是艾峰 不 你不是艾峰 不 我是艾峰 你若是艾峰怎么会不认得我 我想起来了 你呀 我要说我刚才失忆了你信不 冒充限令 你可知何罪 死罪 哥 别冲动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杀我 你要是杀我 你外甥可就没爹了 小姐 是我睡袋死了吗 你胡说什么呢 哥 我们先出去 他刚才说什么 先出去 外甥 我们先出去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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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大人 杨大人 杨大人 艾大人早晨去了徐府啊 对啊 我去吃了个早饭 艾大人真是好兴致啊 杨大人找我有何事啊 艾大人 这边请 好 好 现在没外人了 说说吧 是啊小姐 你这都几个月了呀 你说什么呢 干嘛 好了 别闹了 她不是艾峰 两个月前我在京城见过艾峰 她到底是谁 另外 外甥有事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外甥 是她瞎说的 你别信她的话 不过 她确实不是艾峰 但她是个好信令 她叫刘贝贝 是清风寨大当家 土匪 哥 杀王勿躁 别冲动 那她怎么当的信令 艾峰又在哪儿 坐下吧 听我妈妈和你说嘛 艾大人这边请 艾大人真的要对徐宁动手了吗 是啊 我愿助艾大人一臂之力 要 杨大人 你这是要弃暗投明了呀 你知道我们的关系 略知一二 弃暗投明算不上 弃暗投案吧 杨大人 杨大人 对我挺了解啊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杨大人 是真的想杀了徐宁吗 大当家 难道不想为张飞报仇吗 仇是肯定要报的 不过在报仇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把你这些年的调查结果跟我说清楚呀 不然我一冲动 宰了那个兔崽子 你可别后悔 大当家知道的挺多啊 略知三四 大当家如果真能提得动大刀去斩了他 现在也不会在我这了吧 我这是顾全大局 这上面写的江之佛 说的是江月他爹 我以前以为是 现在不是 这个刺青上写着徐 难道是徐宁 对 徐宁身上有这刺青 必定跟当年的杀手有关 难道说徐宁也是山贼 此话怎讲 这个刺青 属于山贼系的 干吗 杨大人你撸我干吗呀 自重 你身上有吗 我看什么样的 我没有 我怕疼 再说我们清风寨也不是山贼啊 看来我只能夜叹虚浮啊 别着急 会查清楚的 谁 别动 杨大人 我希望你得理好 我看见 为自己的召唤 这个刺青是 我 下船的明天 我会遇到ơi 乱 人间那只一笑就蔓延桃殃 不知你曾走过多少 青山下的荒草 可曾相思蔓延如常 浮生带短路带远 缘分续干燥 就像那只刀花开的分外号 却等不到花来说我 就一悄然变老 全局莫等小花圆飘 红尘总是满满无忧而起 既往心欲教识手艺 颠簸与君怀来乐远期 你说往昔我胆哭 便情绪放曾剧地 便等着着服走偏天亮意